也有66%反弹你们 四议员集体落跑 就要去选立委 我觉得啦 但这个党中央就狠一点 你提名后你就要辞掉四议员 要缴回那个 议员的一票30块的配合款 我讲重点就是 余美人大概有一半机会会去 可是大部分的机会会用五党 我们刚刚一直没有偏废说 国会行事才是重点 政权是一个重点 国会行事也是很重要 66% 这是台湾民意基金会所做的 他说54%在意 后遇这个母鸡落跑 但是也有66%反弹你们 四议员集体落跑 就要去选立委 你相信这个名义吗 那你们到底怎么看待这个事情 我之前也问过很多 第一个66.6认为不好 不好是不是就不讨不一定 我就有点因地质疑 我觉得啦 干脆党中央就狠一点 特别是如果你要振兆侯友谊的话 那有搭配 好我简单讲 如果这个全部是议员选的话 我觉得可以大胆的就是说 你提名后 你就要辞掉四议员 要缴回那个议员的一票30块 的配合款 然后这接下来 我觉得如果就是议员是比较强的 那请签下承诺书 我愿意签这个 就是提名后 如果观感不好 辞掉议员 我觉得也是合理的 我觉得合理往上走 你不能理直面子通 好康都是你 对不对 那如果有这个但书的话 是不是很多人就直男而退 因为他不想冒险 绝大多数人直男而退 这也显示选举的决心 你怎么看待民进党 我们都觉得好高堪 你看信赖条款 那结果难关也开始了 对 派系还是要逗的 派系还是要抢位置 我举例说 我预测万华 林长佐不选 一定会提名 五配一 你知道为什么吗 要为鹰派留下 万华留下血脉 不良 我插一下 你突然看到林长佐不选 真的是他家人的身体状况吗 那你又突然看 我最压抑的 他参与适应 也不选 他一定是掀起 有一些劝 林长佐不选是 他的民调不好 他选不上 那他不选的前几天 事实上有被赖进的 不许单独召见 其实那是个劝队会 然后呢 那今天后来就是 现在五配一就积极想 征兆 我认为会征兆他 可是五配一是最强的 而且年轻啊什么 也是鹰派 小英女孩啦 然后这也是个派系 妥协的结果 你是不是就这一区 我是万华那个区 那你现在的党内局势 跟未来外战 是不是你分析 很可能对上五配一 五配一这样子 我们这个区很特别 余美人可能会来 我讲重点就是 余美人大概有一半 机会会选 可是大部分的机会 会用五党 余美人有 我听说是民众党 不会 绝对不会有民众党 OK 我听说是五党 因为他余美人的条件呢 不错 余美人的选票 不谈赢不赢要极大化 他要蓝绿通知 你今天只要沾了白 绿的一票都不会投给你 而且我问了民众党 也没有接触 那余美人出来要分析 他到底是抢白的票 蓝的票 绿的票 而且余美人也说 祝福三个党的候选人 所以三个党就是蓝绿白 我的判断 他会用五党级的选 所以你那总结 如果你出现的话 对上对手是 五配一再加上一个余美人 我认为白相对推的人的机会少 据说蔡碧如 有人前两天传在万华 可是蔡碧如好像对新装很有兴趣 想去开疆毙土 所以当然白如果不选 对于蓝是大大有利 然后如果余美人不蓝不绿 他的参选就是 对蓝绿影响不大 如果白推人 国民党有输的可能 白不推人的话 民进党会输